近日,李雪芹因游泳运动员不会游泳备受关注 假正传言甚嚣沉上 对此,辽宁本西市体育主管部门回应称 已注意到网友质疑 并初步核实李雪芹符合二级运动员资质 但这一回应并未平息争议 反而引发了更多质疑 李雪芹的不会游泳与其持有的二级运动员证书形成鲜明对比 引发公众对其证书真实性的猜测 尽管其团队澄清其入学与体育成绩无关 但关于证书的质疑仍悬而未决 据查,李雪芹在2013年全国少儿游泳冠军赛中取得的成绩 足以获得二级运动员证书 然而,面对质疑 李雪芹尚未提供当年考试录像等直接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游泳能力 此外,有网友猜测李雪芹可能找了替考 若此猜测属实,问题将更为严重 作为公众人物,李雪芹应传递正能量 面对质疑,他应站出来回应,证明自己的清白 对此,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